大家好 非常高興又到了我們大學英文學測翻譯的解析時間 那麼這個時間是針對於歷屆大學學測翻譯 加以分析討論 那麼今天我們要跟各位介紹有關於104年學測英文的翻譯 我們看第一題 一個成功的企業不應該把獲利當作最主要的目標 一個成功的企業不應該這個地方我們出現了一個注重詞 should not 不應該把獲利 那麼就是所謂的賺錢 賺錢這個當作最主要 就是不應該把獲利當作這個當作就是視為是一個 就是把A當作是B 視A為B 在我們高中課本的句型裡面有一個叫做 Regatta ASB 或者Trade ASB 或者是這個 View ASB See ASB 把A視為B 從這個地方用動詞 把什麼來當作什麼 把A當作是B 這個地方會出現一個動詞的片語句型 最主要就靠這個動詞的片語句型 我們要先抓出來 那麼當作一個獲利 那後面就簡單了 最主要的目標 go 好整句翻出來就是一個成功 successful 企業叫做business 那麼這個字在之前我們做這個 商業的這個實例裡面 商用英文實例裡面就講到這個business English business 那當然正確的寫法應該是Enterprise Enterprise Enterprise 如果知道這個字的話寫出來更好 那當然我們翻譯的話 以得分為最主要 所以我們寫business 是最容易的 因為從國中 就寫過一個字叫做businessman 叫商人 好 那你可以寫company 好 那麼一個成功的business successful business shouldn't 不應該把A視為B 也是很多 剛剛念了很多 那最我們耳熟的人 叫做regard regard regard ASB 那麼也可以用view 或什麼see啊 trade 等等很多了 那麼還有這個look upon ASB 也有 非常多 好 那麼把這個earning profit 這個earning呢賺 賺 我們說賺錢叫earn money 賺獲利也是earn profit 這個perfit 這個是可加 s可不加 可當可數 可當不可數 那麼當然你同樣的也可以變成making 因為我們在賺錢 也可以用make money 我們可以用making 好 那麼 us 把這個a視為us 好 把這個獲利當作最怕 把us man 我們把它當成一個他的一詞 當成呢他的這個man 最主要 當然你也可以寫這個primary 這個是我們也是國小基礎的primary 或者是major 主修的這個major 重要的 那都可以man 那當然man是最簡單mai man 最主要的go目標 go目標 記得go 或者objective objective 這個是 名詞叫做 這個目標 可以叫物體 或者是形容詞叫客 這個所謂的 客觀的 客觀 subject是主觀 objective是客觀 所以這個叫目標 go main goal 所以整句翻起來就是 A successful business should not regard earning profit as its main goal 好 就把整句給翻出來 最主要的重點 你必須要 這個馬上看出來 regard a as b 把a視為b這個句型 在考試裡面非常重要 好 第二題 他應該負起社會的責任 這個責任我們就會被了 叫做 responsibility responsibility 來增進 增進又來了 表目的 2 那麼增進 我們用improve 我們之前講 或者enhanced 改善 increase 增加 大眾的福祉 這個福祉呢 我們通常用well fair 或者我們可以用well being beam well 也可以用beam well well being 也可以用well being 或者是我們可以用這個well fair 都可以 增進這個大眾的福祉 這個地方呢 我們可以用一個 大眾的福祉 我們叫做用後衛修飾法 後衛修飾法 大眾的 大眾的福祉 把它搬到後面去 整句呢 就可以翻出來了 好 他應該附起 issue 好 挑起 有一個片語叫做take on 也可以用take up 把這個挑起來 那take on 還有一個意思叫做呈現 呈現出什麼樣的 顏色 大小 take on 呈現 也可以叫挑起 好 那麼你也可以用這個 叫做shoulder 因為shoulder這個字呢 我們叫做 這個 肩膀 肩膀把它挑起來 shoulder 這種動詞叫挑起 或者用bear bear本來是熊 那這個動詞叫做忍耐 或者什麼叫挑起 它的社會的什麼呢 責任 social social responsibility responsibility 這個字也可以用複數 你也可以說去歪加IS responsibility 都可以 social responsibility 那麼以來增進表目的 to in order to 那我們通常用一個to 我們在翻譯的時候 我們不需要用到什麼喊話叫 in order to in order to in order to or for the purpose of 我們只要用一個字 to 表目的 to 好 增進 增進 增強這樣 我們上次講到一個叫 improve 改善 好 或者我們真正有一個字叫 enhance 提升 或者是increase increase叫往上 decrease叫往下 decrease是往下 叫減少 所以這個剛好相反 好 improve 增進的welfare 這個叫福祉或福利 所以我們也可以用 wellbe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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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llbeing就是我們講的這個 幸福 wellbeing 或者是福利 wellfaire 什麼是福利呢 大眾的叫做 這個people or people 或者我們寫個republic 好 那麼public 我們前面叫定冠詞 定冠詞 好 那麼這個就是我們這個 整個一個 這個第二題的這個翻譯 我們這把他整個呢 把他念一次 他應該複習說 他會說 he should take on his social responsibility 以增進 to improve the welfare of people 或者of the public 增進大眾的福祉 那麼這個就是 這兩題就是我們 104年學測英文的翻譯 好 那麼我們今天呢 翻譯呢就進行到此 也希望這個影片呢 如果對大家有幫助 別忘了訂閱按讚分享 並隨時開啟旁邊的小鈴鐺 以接收到我們最新的訊息 好 期待103年的這個 學測英文翻譯 的見面 謝謝